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很高兴见到大家 最近圣庄里面来了一个女孩 说是年轿属性的 诶 我的牛圈里都是一些枯枝败叶和蜘蛛网 真是够乱的 是谁在我家放大礼物啊 是一头牛眼 那你就暂时生活在这个里面吧 我先出去玩了 不过它没有好吃的 先来多弄一些食物吧 反正那个村民也没有发现 走了走了 前面那个岩浆房子 应该就是岩浆女孩的房子了吧 看着好精致啊 要是我也能够住进去做客就好了 让我想想办法 带上一些花朵给它 你好啊岩浆女孩 快点出来一下 这些花朵都是给你的 这些花朵都是送给你的 我不太喜欢这个东西 可恶啊 连花朵都不喜欢 到底喜欢什么呢 要是能够找到进去他房子的办法就好了 也许他更喜欢岩浆 哇哦 还有一个岩浆人 居然还在那个地方 如果知道该怎么做了 就在这上面 做一个陷阱吧 只要抓住他 然后我就可以拿到岩浆龟甲 这样一来 岂不美哉 陷阱已经做好了 就用水球把它引过来吧 大笨蛋 快点过来抓我呀 你是追不到我的 呦呦 这么快就急了 快过来吧 很好 这样很轻松就能够抓住他 居然还这么活蹦乱跳 让我好好解决一下你 我的岩浆龟甲 也已经这个完成 非常不错啊 5分钟后 岩浆龟甲女孩 你快点出来吧 我现在也是岩浆人了 是不是很棒啊 哇塞 岩浆人 那你应该也不怕 里面的高温吧 我靠 什么情况 好热啊 这一下我该怎么办 全部都是岩浆 糟了 快逃啊 直接就成为了一个骷髅架子 未免也太坑了吧 新的一天开始咯 最近也没有找到什么好东西 真是太累了 实在是没办法的话 我就回去吧 还是待在自己家里面比较好 好朋友不在家 让我来整他一下 这是什么情况 奴比居然直接跑到我家里去了 还扔了这么多的便便 未免也太可恶了吧 啊 你这么快就回来了 那我就先走了 自己好好收拾收拾吧 居然还躲在房子里面嘲讽我 真是牵走啊 这个奴比 我先回去把这些垃圾都清理一下吧 实在是太可恶了 让我想想办法 箱子里面还有一些 岩浆和陷阱装置 有了这个 看你还怎么嚣张 就在他的地精之路挖一个坑吧 只要出门就能够掉进去 里面放好岩浆 等待他的表演吧 实在是太爽了 奴比 你快出来吧 哈哈 这么快就掉下去了呀 嘿 我在后面 准备接招吧 真是不幸的一天 我还是在水面钓鱼 或许这样能够让心情更加美好吧 就是有点难钓到啊 小鱼儿快上钩吧 咋就没反应了呢 算了 算了 我先走了 我难道就没有能够做好的事情了吗 每天都这么穷苦 真是太难了 上号的藏宝图 身边送你指南针 去寻找你的宝藏吧 天呐 还有这种好吃 哪个村民出现一下就不见了 我还是看看他刚刚给我的藏宝图吧 真是不错啊 看这样很逼真 好像就是在这里了 糟糕 走错路了 继续往前走看看 地图标记的就是这个位置 没有错 咋就没有看到呢 再来看一下方向 那边的南瓜还发着光 肯定是这里 好多骷髅倒在地上啊 看着很不简单 还有一个地道 能够直接下去 哇哦 好多的门啊 现在我该通往哪里才行呢 这边还在发光 肯定在这个里面了呀 宝藏我来了哦 箱子里面 我靠 什么情况啊 都是便便 我被那个村民坑了 好好好 真是不错 又有猎物送上门了 啊 这边 啊 啊 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